亲爱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新概念第三册的第四十课 非常有趣的一课书叫Lesson 40 Who's Who? 真假难辨 咱们先看一看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像往常一样,打开书一百八十二页 一百八十二页 跟老师先把生词短语大声读一遍 一百八十二页 Now, read after me hoax hoax deception deception self-respecting self-respecting indulge indulge pneumatic pneumatic drill drill silly silly advance 当然这个词有两个发音 在美式发音里面可以把a读成a 所以这么读也行 advance 所以advance advance 两个发音都可以 但注意里面那个d是个失去爆破不要多 advance 是ad 舌尖点上去憋住气 再发这个v 上压出下唇的v vance 按照美音我们再大声来一遍 advance advance 好 好 接了 再往后走 archway archway remonstrate remonstrate 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发音 就在美式发音里面往往众音会后移读成这个发音 这么发音也行 再来一遍 remonstrate remonstrate 所以remonstrate remonstrate 这两个发音都会听到 都可以 那再往后来 ironically ironically permission permission grant grant 同样的在美音中会把a 变成a 这么读 再来一遍 grant grant 两个发音都会听到 都可以 好 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个书里的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 就是看这个恶作剧 这个hoax 跟老师再大声读一遍 hoax hoax 大家注意这个恶作剧是什么呢 指骗某人去相信某事 骗人相信一个假的事情 这个看一看详细的英文解释 这个词不要用错 他表示 a kind of practical joke 是一种恶作剧的类型 这个恶作剧呢 顺便可以把它记住 叫practical joke 这个joke是玩笑笑话 practical是实际去做的 实际去做的 动手去做的这么一个玩笑 就是恶作剧了 我们大声可以再读一下 practical joke practical joke 就是恶作剧 一种恶作剧的类型是什么类型呢 在这种恶作剧之中 某人怎么样呢 使别人相信一个不是真实的事情 就骗别人相信一个假的事情 这种恶作剧叫做hoax 一会儿在课文中 咱们就看到这究竟是怎么一块事了 好 那么这个类型叫hoax 那么对某人恶作剧 咱们回顾一下 在22课熟记台词中 讲过一些固定搭配 对某人恶作剧 动词章语可以用 play a joke on 或者play a trick on somebody he played a trick on his wife but she beat him up 他对老婆恶作剧 结果气氛热气了 打了他一顿 play a joke on 或者play a trick on 对某人恶作剧 可以用这个搭配 咱们大家可能还记得 还有一个跟他类似用法 叫捉弄某人 故意让他出丑 叫make a fool of somebody 就把某人变成傻瓜了 捉弄他 故意让他出丑 尤其是当众出丑 he made a fool of me 他让我当众出丑了 他捉弄了我 或者呢 我自己大现言了 自己出丑了 就可以用 I made a fool of myself I made a fool of myself 连起来之后 这个fool和l 会连到一块面的full of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段译 make a fool of make a fool of 我自己当众出丑了 I made a fool of myself 我呢 让他出丑 我捉弄了他 I made a fool of him a fool of her 都可以 这是在22课讲过的 这个让某人出丑 还有呢 我们几个常见搭配 跟欺骗相关的 顺便同时记住 有个搭配叫 骗走了某人某个东西 这个搭配就 cheat somebody out of something 注意第一个先加人 再加out of之后呢 再加这个人的一些东西 尤其他的财物啊等等 咱们看一些例子 he cheated the old lady out of his fortune 他骗走这个老太太一大笔钱 这个fortune往往是一大笔财富 注意这个搭配就 cheat somebody out of something 这个搭配我们立刻就会用了 骗走了某人某个东西 还有一个常见的用法叫 欺骗某人去做某事 骗他去做这个事情 这是固定用法 咱们记住搭配这个 考试中生活中就会用了 咱们可以用动词trick 或者动词deceive 再加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骗某人去做某事 注意第一个发短音 我们大声读一下 trick trick 第二个呢 ei发长音 e这个声音 口向更细一些 我们大声里面 deceive deceive 最后停在上牙处下唇 这个动作 骗某人去做某事 对吧 比如说 I was tricked 或者是 I was deceived into believing his story 我被他骗了 而相信了他说的这个故事 你看欺骗某人去做某事 可以用这个搭配 是可以的 好 这是我们把这个 什么恶作剧啊 欺骗的相关的用法 可以放一个 放在一起 由旧知是复习 还有心知是温故而执行 好 这个重点词根老师 我们就学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呢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沉迷于某个东西 或者翻译成 尽情的享受某个东西 注意表示 沉迷于呢 往往有点贬义似的味道 但尽情享受什么东西 就是中性死了 好坏都行了 但是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呢 要注意表示 这个搭配的时候呢 它一般来说 里面是不及物的 要加一个 cheesein indulge in 叫沉迷于某个东西 或尽情享受 一定是不及物的 因为变及物动词的话 意思就变了 是什么意思 咱们一会儿会说 加印之后 表示沉迷于 比如说 indulge in bad habits 沉迷于坏的习惯 不可自拔了 就是积息难改 恶息难改 这是不好的意思 但尽情享受什么也行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I indulge in a hot bath 或者说 I indulged in an expensive dinner after a day's hard work 这个搭配也行 什么意思呢 我尽情享受了一个 a hot bath 当然这个bath 英国人会懂得boss 我尽情的泡了一个热水澡 在一天辛苦的工作之后 回到家 澡盆里喝 泡个澡 舒服 痛快 或者是 I indulged in an expensive dinner 什么叫expense dinner expensive 第六课讲过 叫豪华的奢侈的 我在尽情工作一天之后呢 享受了一顿奢侈 奢侈的大餐 一天挣了二十块钱 我的一顿饭吃了两万 奢侈的大餐 尽情享受 indulge in 有这个意思 沉迷于或尽情享受 但注意 它是不及物动词 要加这次in 这个要记住 否则会用错 但是我们看到 indulge这个词 也能当及物动词来用 当及物动词来用的 意思就变了 它表示宠爱 浇灌某人 这个时候直接 我们可以加并语了 indulge somebody spoil somebody 或者pamper somebody 这时候这根仨是同一词 宠爱或者浇灌 就过分的有点溺爱了 这时候呢 当然用主动 被动呢 被动用be indulged be spoiled be pampered 都可以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I don't agree with indulging children 我不同意去宠孩子 孩子宠 棒打出孝子 不打不成戏 孩子得打 可不懂宠的 当然这观点也不一定对 总而言之呢 indulge表示宠爱 就过分的浇灌某人了 那同样的 我们再看 用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也行 咱们很随便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a spoiled child 这个spoiled可以当作一个不规则动词来用 动词原形是spoiled 一般过去时过去分词可以用spoiled spoiled 这是一个宠坏了的孩子 或者说a pampered child 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就好了 这是宠爱或浇灌 独语 但注意 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 它是极无动词 你看indulge 两个意思 通过搭配可以判断 所以搭配决定含义 大家看到极搭配 不光是为了这么写作和口语 也为了听力和阅读 咱们辨析起来就更快了 通过有目的戒词 立刻断定 它的意思 所以通过搭配 判断含义特别重要 我们再看它的同根词 放纵的 形容词indulgent 叫放纵的 当然是贬义词了 如果自我放纵的 叫self-indulgent 自我放纵的 就缺乏自力 去做一些 自己明明知道 不应该做的事情 它的名词放纵 或自我放纵 就把后面这个字母 剔去掉 换成名词字跟ce就好了 我们先读一下 这个自我放纵的 放纵的和自我 自我放纵的 indulgent self-indulgent 再读一下名词 indulgence self-indulgence 这是放纵和自我放纵 这个相间词汇 相关词汇可以同时把它记住 就好了 好 这个indulgence 这个重要的动词的两个含义 包括名词和形容词 同根词 我们就学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呢 咱们来看一个形容词 叫提前的 但入于这个词 表示提前的 这个词一般做定语 而一般不能做标语 一般放在名词前来修饰它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你看 左边这个发a是英式发音 后面这个发a是美式发音 英式发音更好读一些 现在这个美式发音 应该更好读一些 英联邦国家的发音 先来一遍 大声来一遍 advance advance 但不要读advance 注意蛇根不能动 你要读汪汪 像狗叫一样 但是蛇根就动了 这个蛇根不能动 中国同学总喜欢动蛇根 因为中国有 这个音节 斗志昂扬 昂起头 但在这里面 蛇根不能动 它不是像一个大鼻子一样 像外一样 这个嗯 这个声音 它是嗯 蛇根是平的 我们再来一遍 advance advance vang 而不是vang 手根不能动 美音就好多多了 我们再来一遍 advance advance 叫提前的 但注意这个词 一般是做定义来用 咱们看一些例子吧 课上见到的 都可以放心用了 比如说 我们注意 先看一个例子 比如这个例子 advance party 叫先前队 提前派出了一堆人 先前队 这个咱们以前在第八课就说过 party这个词 不定得表示聚会或政党 可以表示一群人 search party 不是一个搜寻小分队吗 这叫先前队 先出发的一堆人 探探虚实 再比如说 advance notice 叫提前的一个通知 advance warning 叫做预警 提前先警告 advance planning 叫提前的规划 总之我们看到这个词 当然形容词来用 一般做定 叫提前的 还有呢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一个 在走遍美国中出现的 这个短语 叫advance payment 叫预付款 就是我们成交以前 先给你一笔定金预付款 全部的款项呢 就是完工之后 在一股脑再都给你 预付款可以用它 叫advance payment 提前先付的一笔钱 这个我们看一看 在著名的口译叫 在family album usa 走遍美国中 就出现这个搭配了 咱们大概看看是怎么说的 好 我们先大概听听这个片段 看看当听力练习 能不能完全推手 好 好 好 Good work Richard I'm so glad you like them so much Like them? They represent your best work Really? Absolutely Well um What do you think? Do I have my book? You do You do There's a book here I'll have a contract And an advanced payment waiting for you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Thank you 你看這是Richard 他是個photographer 他是個攝影師 他呢拍了一本影集想出版 這是跟出版商publisher 他在交談 然後出版商看了看這本書說 What a job Good work Richard 真不錯 真幹得好 Richard 理查德幹得不錯 這個Richard的黃顏色就是他說 I'm so glad you like them so much 您這麼喜歡我當然很高興了 第二這個出版商說 Like them They represent your best work 我說喜歡 何止是喜歡呢 他代表了你最棒的作品 這個represent 還記得嗎 在第三課 我們這個無名女神講過 叫代表的意思 然後這個 Richard的受寵若驚 Really? 是真的嗎? 這個absolutely 當然是咯 Well What do you think? Do I have my book? 那您覺得怎麼樣 我能不能有我自己的書 就我的書 能不能出版呢? 然後這出版的 You do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出版 There's a book here I'll have a contract And an advance payment waiting for you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那麼 這本書就搞定了 一定會出版了 這裡已經有這本書了 就一定會出版了 那麼我呢 會準備一份合同 還有一份預付款 在明天早起第一件事兒 就先做這個事兒 預付款和合同 就等著你了 預付款就advance payment 先付給這麼一筆錢 你就不要跟別的出版社 這個再去簽約了 是這麼來說 那麼他說Thank you 是這麼一個 好 我們把這片段再聽一遍 看在第二遍的時候 能不能像聽中國人對話一樣 聲聲入耳 思思入口 好 再聽一遍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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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看到這個advance payment 就是預付款提前的 但是我們注意到advance的位置 都在名詞之前當作定義來用 好 那麼這個advance呢 還有一個重要的一個 當壯語來用的 就是它做名詞前面加個 其次in in advance 叫提前或者預先做模式 這是個時間狀語 提前或預先來做模式 Do something in advance 我們看例子 Rent must be paid one month in advance Rent是租金了 租金必須提前一個月支付 不能住完了 你跑了麻煩了 得先付錢才能住進去 提前一個月 one month in advance 是這麼來說 提前或預先 還有一個跟它類似的 我們在後面如果再加其次of in advance of 就得翻譯成在什麼什麼的前面 在什麼什麼之前 in advance of往往是指時間更常見一些 在什麼什麼之前它先發生了 在什麼什麼的前面 我們看例子 Galileo's ideas were in advance of the age in which he lived Galileo叫伽利略 這個傢伙我們到了四冊 第三十二個伽利略重生 就會聽到李老師講的 這個非常非常精彩漂亮的文章了 就談到了Galileo 伽利略這個人 咱們四冊會說 伽利略的思想 已經超越了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 A主要是時代 咱們大家還記得 在超越到時代之前 因為他推翻了 亞里蘇勒德和托勒密的那些學說 那麼推翻了統治西方 一千多年的那些思想 遠遠超過他的時代 在什麼什麼之前 Be in advance of 什麼什麼固定搭配 可以把它記住 還有一個我們 advanced的同根的形容詞 用的特別多 就是高級的或者先進的 一定要取分開歐 加了一個字母D 就完全不同了 我們大聲在裡面 advanced advanced 同樣英國人會說 advanced advanced 確實美英更好讀一些 那高級的先進 我們看一下簡單例子 advanced technology 這是先進的技術 再比如說 an advanced English course 這是一個高級的英語課程 那順便可以把初級和中級 同時看一看 我們這個新概念第一側和第二側 咱們可以看作an elementary English course 這是個初級的英語課程 講基本的一些最基本的詞彙和欲法知識 我們再讀一下這個詞 基本的基礎的 初步的 elementary elementary 這個詞大家要好好複習還記得 我們在第十二課 荒島生活中講過 它來自基本元素 element 基本元素 那當然是基本的elementary 就好了 然後呢 終極的我們大聲讀一下 intermediate intermediate 注意不要都intermediate 不對 李老師說過這個ate t只有在動詞裡面才能動成ate 在形容詞和名詞裡面發it it it 就好了 再來面 intermediate intermediate 我們新概念英語第三側就可以說 this is an intermediate English course 但新概念英語第四側 book 4 is an advanced English course 這是一個高級的英語課程 同樣我們現在說 初級中級高級的英語學習者也可以用這些形容詞 elementary English learners 初級英語學習者 intermediate English learners 我們現在是屬於中級了 然後advanced english learners 叫高級英語學習者 一定記住 不要忘記 後面的字母d 否則表示提前的 這意思就完全錯了 好 這裡我們看到advanced 有幾個相關的同根字 還有一些行進異魂的詞彙 這個重點詞跟老師就看到這 下面比較重要詞彙 咱們來看一看這個抗議 規勸或者是告誡 這個又是兩個發音 我們看到上面的是英式發音 下面是美式發音都行 我們像英式發音當時那邊remonstrate 注意這tr要輕輕濁化成第二的音 在s後面 再把它這個ch變成ch 這個聲帶震動 再來面remonstrate remonstrate 在美式發音讀下 remonstrate remonstrate 兩個發音都行 抗議規勸或者告誡 一定記住這個動詞是不起誤的 他後面加上借詞with 在家人 就像某人表示抗議 他有這個意思 remonstrate with somebody 而且我們看到fmle 一點不是formal 就是formal written language 正式的書面語 這個搭配一般用在這個比較文奇的場合 它比較正式 我們看一下簡單例子 the coach angrily remonstrated with the referee 這位coach coach我們知道可以表示長途巴士 長途汽車 也可以表示教練 反正長途巴士是把人帶到這個地方 教練是把人的水平帶到更高的地方 都是帶來帶去嘛 叫coach 氣憤的 像這個裁判表示抗議 你的判罰不公平 為什麼總欺負我們球隊 表示抗議 remonstrate with 這個用的是對的 一定加接觸with 你看本文中也有這個類似用法 咱們看看本科書中 就在本文182頁的第16項 182頁的第16項 咱們看看 他説 Surely afterwards 4 more policemen arrived and remonstrated with the workman 過了不一會兒之後 又來了4個警察 到了這個地方 並且向這幾位工人表示抗議 勸他們趕緊快走吧 抗議歸勸或者告結 注意後面一般家解釋with 這是不求動詞 放在一塊兒不得記住就好了 本文中也是這個用法 這個詞呢 怎麼記呢 特別好記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一個單詞 跟它拼寫特別像 就是大家特別熟悉的一個動詞 就是展示或表明出 對吧 這個大家很熟悉的 我們大聲來讀一下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那麼remonstrate 就是把第一個 d或者re就好了 這個remonstrate 表示自己的不滿意嘛 所以跟展示出來自己內心的情緒 表明有些類似的地方 所以呢 含義搭配拼寫頭 從含義到拼寫頭類似 demonstrate 展示表明 remonstrate 表示不滿 向某人抗議就好了 好 那麼我們多看幾個 跟抗議類似的一些表達 比如說首先 聚眾抗議 這個有個動詞叫protest 這個大廢後面一般加其詞against 這個一般表示聚眾抗議 大家湊的一塊兒堆 來抗議某個什麼政府的政策呀 一個新的制度啊 聚眾抗議可以用它 還有一個咱們叫抱怨 大家還記得嗎 就complain to somebody off or about something 如果知道像某人抱怨 這個to somebody甚至可以去掉 後面這次off叫about 也都可以 叫抱怨 或者也可以表示投訴 都有可能 這個我們看一看 例子首先第一課咱們就見過 我們看十四頁的第十二行到第十三行 十四頁的十二行到第十三行 There are several people complained of cat-like noises at night and a businessman on a fishing trip saw the puma up a tree 好幾個人抱怨說呢 在晚上能聽到像貓一樣的 這種難聽的聲音 並且一個釣魚弄著商人 看到美洲市就在一棵樹上 這個complain of 是抱怨 後面叫of 他沒有說向誰抱怨 所以to somebody被省略了 他不一定寫啥 這個加的是off 那麼我們再看另外一課書中 在星干年二冊的第二十八課 這個星干年 二冊第三十八課 星干年英語第二冊的第三十八課裡面 出現這麼一個句子 叫almost immediately he began to complain about the weather for even though it was still summer it rained continually and it was often bitterly cold 這個學過星干年二冊同學可能還有印象 這是唯獨沒有考慮到天氣 那個時候 三十八課 幾乎馬上呢 他就開始抱怨這個天氣不好了 抱怨complain about 因為呢 儘管還是夏天 但是呢 卻總是在下雨 並且呢 經常冷得厲害 這continually 老師在第二課講過 這個詞呢 往往是貶一詞 表示頻繁的發生 continuously 如果把這個ally 換成ously ALLY 換成ously 那麼強調是一秒鐘不停的 延續下去的 這語不可能一秒鐘不停啊 他老是下雨 討厭的是頻繁發生 就continually 大家還記不記得 be continually doing something 老是做模式 就像be always doing be always doing be always doing 是類似的 好我們再看看在四十六課會出現一個 像某人不停地唠叨 非讓他去做模式 唠叨某人去做模式 你呀你是家裡都沒錢了 出去掙錢去吧 哎 總是唠叨某人讓他去做模式 這個有個叫NAG 一般尤其表示老婆對老公 你是這個 窩囊匪 人都開奥迪子 開奥托呢 人都住了別墅 你還好還住平房 你快給我掙錢去 你不掙錢我就見網友 這種唠叨 NAG NAG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唠叨某人非讓他去做模式 咱們看一看這個 212頁第29行 212頁第46頁第29號 有這麼一句話 When my wife NAG m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told her Either I would have to buy a new mower or let the grass grow 當我老婆 唠叨我 數了我 非讓我關於這個事 做些事情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割草機壞了 這書中代言了 讓我去修那割草機 這個事兒 我跟她說什麼呢 要麼呢 咱們買一個新的割草機 要麼乾脆讓草長下去 我修不了 NAG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唠叨 數了某人 非讓他去做模式 這也是跟抱怨類似的 這麼一個罕音啊 注意用NAG 還有一個 叫糾纏某人 纏著他非讓他做模式 這在29課 這個 是否有趣那棵書 怎麼結果呢 我們再讀下這個詞 p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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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body 也加to do 是纏著某人 死纏爛打 非讓他去做模式 我們看一看這個 二十九合流的例子 就在一百三十八頁十三行 最後的十四行 一百三十八頁十三到十四行 十三行最後的十四行 from the moment he arrived there he kept on pastoring his doctor to tell him when he would be able to go home 從他到那時候開始 就到了醫院開始來 他就keep on doing something 就令人反對老做模式來 他就老是不停地纏著醫生 非讓醫生告訴他 他什麼時候能回家 哎呀快聖誕節了 不想在醫院裡面 多不激烈 多喪氣 老是纏著某人做模式 paste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這個老是用的是 keep on doing something 這個搭配來的 好 這是把這個抗議啊 抱怨的 糾纏的 什麼騷擾等等等等 相關這幾個詞呢 可以放到一塊兒 做個總結 這個重點詞 我們給老師就看到這兒 最後一個 是一個複習的詞彙 就是在第11課 咱們講過 諷刺地 譏諷地 只不過當時咱們講的是 sarchastically 它的一個敬意詞 我們大聲來讀一下這個詞 ironically ironically 叫譏諷地 諷刺地 這個當副詞來用 當副詞來用 咱們 它當副詞來用的 跟另外一個 咱們講過的詞是類似的 我們在11課講過 我們再讀一下後面這個詞 sarchastically sarchastically 這也是表示 譏諷的 或者諷刺的 他們表示 來形容人的 什麼行為呀 人的語氣呀 人的什麼說的話的時候 這兩個是通用的 是差不多的 你比如說在本文中的第十九行 本文中的第十九行 就在第四十個 它說 And this the police pointed out ironically that they would hardly be necessary as the men were already under arrest 對於這句話呢 這個警方 譏諷地指出 你看形容人說話的樣子 諷刺地說 指出什麼呢 這大可不必 因為這些人已經被捕了 說你們還要報警呢 甭報警 我們就是警察 你們已經被捕了 諷刺地譏諷地說 ironically 可以用它 那麼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第十一課 這個副詞 sarchastic的用法 複習五十四頁第十六行 五十四頁的第十六行 有這麼一句話 咱們再看看 海關官員說 perfume A he asked sarcastically you should have declared that perfume is not exempt from import duty 他譏諷地說 是香水吧 你應該這個 要申報香水 這東西是不能免出進口水的 大家還記得嗎 sarchastically 第十一課 過海關那棵樹 咱們見過 好 這個這個這個 這是副詞 那形容詞形式呢 諷刺的 譏諷的 把後面那個A-L-N-Y 去掉就好了嘛 我們大聲讀一下 ironic ironic 再讀一下這個形容詞 sarchastic sarchastic 表示譏諷的 諷刺的 這個一般 指人的話 這兩個字是能替換的 就是人呢 什麼 這個語氣啊 語言呢 譏諷的諷刺的可以替換 我們來看一看新幹念第二冊 第九十二課的片段 新幹念二冊第九十二課 這個有這麼一個句子 它說 i was almost there when a sarcastic voice below said i don't think the windows need cleaning at this time of the night 我幾乎都快到那了 就晚上回家沒帶鑰匙 從咯嚕爬進去幾乎快到那了 就聽到一個諷刺的聲音 從下面傳來說 我覺得這半夜裡這個時間 好像不需要擦窗戶吧 英語中 否定前置叫 我不認為 在中文中可以把這否定到 從具裡面去 我覺得這個時候 半夜的時候不需要擦窗戶吧 就諷刺 警察拿他當賊了 就這麼一個 譏諷的諷刺的sarchastic 這個可以換成ironic 是可以的 好 這是形容詞系列 它的名詞呢 就是irony 或者sarchasm 這兩個字 是他們的名詞形式 如果表示人指人的什麼行為呀 什麼語言的語氣呀 用這兩詞是通用的 我們大聲來再讀一遍 irony irony sarchasm sarchasm 譏諷諷刺 他們一般用在固定搭配裡面 比如說 with heavy irony or with heavy sarcasm 伴隨著深深的諷刺 一般都是人在講話呀 人的語氣表情啊 伴隨著深深的諷刺 非常諷刺的 我們看一下簡單例子 Good of you to arrive on time George said with heavy irony 或者with heavy sarcasm 那個喬治帶著深深的諷刺 一些說 真不錯啊 來的真準實啊 其實這晚了四個鐘頭 哎呀不錯啊你啊 來的夠準實的啊 帶著深深的諷刺 這固定搭配 with heavy irony 和sarchasm 這十一刻講過 就是複習了 還有呢我就是諷刺的味道 諷刺的語氣 諷刺的這個成分在裡邊 咱們可以用 hint trace 或者touch of irony 或者sarchasm 都可以 都表示有些諷刺的味道 有些諷刺的成分在裡邊 這個都表示微量的 有這麼一點 有一點諷刺 還是看個例子 there was a hint of irony 或者there was a hint of sarcasm in her voice 這個女孩子的說話的聲音中 帶著一點諷刺的味道 帶著一點諷刺的 這個暗示 都可以 帶著諷刺的味道 好 我們看到表示 人尤其在講話的時候 是語氣語言諷刺的 這兩組詞是通用的 但是大家還記得嗎 第十一刻中 李老師特別嘱咐 如果不是指人的語言語氣 而是指事情本身有諷刺意味和味道 那麼這只能用irony 這組詞壞了 就不能sarchasm sarchasm只能是指人 它不能指事物 我們看例子 the irony of fate 命運的諷刺 在這沒有形容人的語言語氣 就不能用sarchasm 只能用irony 是可以的 再比如說 It's ironic that she became a teacher She used to hate school 這個她最後成了老師 真真是有諷刺的味道 為什麼呢 她過去是非常討厭學校的 但現在卻成了老師了 ironic 諷刺意味的是 這不是指人的語言語氣 用ironically 但不能用sarchastic 同樣的 ironically his cold got better on the last day of his holiday 就諷刺意味的是 她的這個感冒啊 在她度假的最後一天 開始好轉了 你早這麼不好呢 等假期完了 要上班了 感冒好了 結果假期沒有過愉快 過痛快 ironically 不是指人的語言語氣 不能用sarchastic 用它是正確的 也就是irony 這組詞彙 它更多了一首 不但可以形容人 也可以形容事物 這個特征 但是sarchasm 這一組詞 只能指人 它的用法更窄一些 咱們在使用時 不要把它用錯 就好了 好 四字刻聲詞和短語 跟老師就看到這 希望大家一定仔細複習 把重點搭配 甚至例句 把它背誦下來 好 聲詞和短語跟老師 就寫在這